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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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不断跟动的联邦防疫策略 和越来越顽强难以掌握的变种病毒 大多数美国人生活 并未在最近一波疫情海啸中 做出任何改变 诸如震撼华尔街的花旗集团才刚宣布强制要求员工打疫苗 为者一月底解雇 美最高法院随即裁定 拜登政府不得对私营企业下达疫苗强制令 仅允许对医疗人员提出疫苗接种的要求 各级学校也多半维持实体教学 仅靠着联邦政府所发下500万剂快筛及同数量的PCR检测 以为这样的新战略就能开启一个与病毒共存的新常态 完全无视当下全美儿童住院率已暴增133% 迄今已有450万名幼童确诊感染 这星期当世卫公开警告 Omicron海啸已在2022年第一周 替全球带来超过1500万例确诊 欧洲超过700万感染者 等于是增加了一倍多 WHO欧洲区域办公室主任克鲁格 以当前速度推估 欧洲预办人口都将在未来6到8周内染疫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公开呼吁 是时候改变新冠病毒演变的追踪方式 或可将其视为流感 因为其致命性已经下降 但率先爆发Omicron的非洲 累计病例已破千万 超过23万人不幸死亡 世卫强调 Omicron严重性可能不如Delta 但绝非温和 伴随着疫情的快速扩散 绝对会有越来越多人出现严重症状 让人忧心的是未知的长期影响 将可能不止是疲劳 头痛或脑筋混沌的状态 澳洲已有研究指出 就算病毒已经完全离开人体 免疫系统都还是处于启动状态 被防疫专家佛奇日前公开承认 未来这段期间 美国可能每个人都会感染上Omicron 即便无症状感染者多 CDC仍悲观预期 未来一个月内 恐将导致至少6万人染疫死亡 目前已知 新冠病毒正月升成2021 美警察死亡主因 高达458名警官因公殉职 号称过去近百年最多 且足足比2020年增加了55% 此时为了维持公共体系的正常运作 全球具有越来越多国家 要求无症状或轻症者 不必确诊为因就重返工作岗位 这对第一线的医疗及消防人员来说 无疑是身心上的双重煎熬 真是这样的困惑 让各国疫苗接种率严重停滞 尽管最新数据人声称 未接种疫苗者入院率是接种疫苗者的17倍 死亡率更高达20倍 美国62%完整两剂的接种数字 最近几周却没有太大变化 媒体第一时间报道 辉瑞及莫德纳再次发挥惊人效率 对外宣称 Omicron的特制疫苗最快三月就会问世 但谁也不知道 这会被当成必要的第四剂 亦或是重新归零开打 破纪录的确诊数 正在各国呈现出自身的混乱 包括检测试剂的严重短缺 地中海三国强制要求户外戴口罩 荷兰重新进入全面封锁 截至日本再次宣布锁国 直到二月底 世卫专家说 目前新冠病毒尚未流感化 Omicron真正的致死率 可能也要看他是否在美国 造成另一波大规模死亡 在美CDC宣布将病人隔离期 从十天缩暖到五天之后 专家已经将希望从寄托疫苗 转变成药物 但刚或授权的辉瑞口服药 供应短缺 即便拜登政府又加购五十万个疗程 先前下定的两千万剂 根本还没到莫 至于唯一被证实 对Omicron有效的单株抗体疗法 也在市场上被迅速抢光 Omicron打的是一场高速传播战 人类如果不幸败政 意味着更凶猛的新变种 出现几率会更高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疫情加上恶劣天气 已使美国商品短缺问题 一发严重 且为防供货中断 澳洲已针对大型超商实施限购令 这一切都将使后疫情时代变得更难熬 毕竟过去人类对抗疾病 只有彻底消灭过天花 如今面对新冠病毒的顽强抵抗 如果无法期待 能向麻疹用疫苗控制它 那就要有心理准备 将开启一场全面性的长期抗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